我们要谈马可波罗的东方建文录 这个 这两张像 从这两张像开始 这个左 左边这个就是马可 马可波罗吗 这个我看怎么 这里马可波罗 这张像不一定是他的像 就是后来人跟到 根据他的 别人的描述画的像 但是这个这张就是原始祖忽必烈 跟我们中国人有 极大的关系 他是蒙古 蒙古人基本上 是很凶猛的 但是原始祖忽必烈 是比较开明的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对汉人非常友善的 这就是忽必烈 那我们要讲 这个 马可波罗东游记就没有办法 躲开这个 元朝的 OK我们先看看这个 先看这个R line 陈基斯坦的世系图 马可波罗的 Family Genealogy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因为这个东西并不重要 马可波罗东游记 它分成三段 至少我们得讲三段 从威尼斯到元朝的大都 从元大都到 孟加拉 从元大都到 泉州 这都有道理的 然后第二个 section 就是马可多波罗 到过 阿拉斯加吗 尤其是 古替读的 讲解 然后 Q&A的时候 基本上 开放 platform for everybody 那个 Demarca 波罗 Go to China 这有一个人叫 Francis Wood 他 直 质疑他 有没有到过 中国 但是 我们就是 客观的来 这个 讨论这个 问题 这个 陈基斯汉 OK 陈基斯汉 他 建立的王国 后来 分给他四个儿子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是怎么分法 这个长子叫 树翅 他分到清插汉国 翅子是插和台 他分到插和台汉国 第三个儿子叫 倭阔台 分到倭阔台汉国 第四个儿子叫 托雷 托雷 这跟 中国比较有关系 他的 第三个儿子 分到 伊尔汉国 他第二个儿子 分到 就是 我们的 元朝 元帝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陈基斯汉 杰吉斯汉 他这个 世系图 长子 就是 数次 数次 这个血缘 他的父亲的血缘 可能有点问题 但是这个不是在今天 讨论的范围之内 他有一个儿子 大家都知道 叫拔都 拔都 西征 这个 非常有名气的 这就是拔都 另外一个儿子叫 Burke Burke 他就会 接管 金战汉国 叫 Golden Horde Khan 剩下两个儿子 我们就不讲 因为这个是蒙古史 有些复杂 然后我们就走到 第二个儿子 叫Chagate Chagate的话 是赤子 游勇 无无谋 这个人是 一个problematic的人 第三个儿子 叫 倭阔台 叫 Wogate 那这个欧上面有两点 可能是那个 翁老的欧 有点 欲的音在里头 这 温扩台 温扩台建立 温扩台汉国 他是第二任大汉 为什么拨给 张子呢 因为张子的学员 可能有点问题 他的儿子是第三任大汉 桂游 桂游的儿子就 海都 跟忽必烈作战的 那跟我们关系最大 就 Tolue 这个是 最重要的 这个人是能力最强 深得 陈基斯汉的喜爱 喜爱 但是他是第四个儿子 所以他没有办法 automatically 得到这个 捍卫 后来也被 毒死了 他有四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是 蒙哥汉 蒙哥汉是一个 武功非常高的人 他摧毁了很多很多地方 走过的地方就有 就有摧毁 后来他在攻打四川钓鱼城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死掉了 这个他一死的话 在那个中亚跟欧洲的 汉的 蒙古军通通都 回防 就是大家都来抢这个 汉国的地位 这是第四任大汉 叫蒙哥汉 第五任大汉就是 库布莱 库布莱就是我们所谓的 忽必烈 或忽必烈 忽必烈 他是这个跟中国元朝的 开国皇帝 那跟我们 就是有极大的关系 忽必烈的弟弟叫做 呼叫做 忽拉股 这个忽拉股的话叫 我们翻成 序列乌 序列乌 他摧毁了当时世界 第一个大臣 巴格达臣 因此跟这个树次的儿子 布莱 大战 就是 互有 胜负 序列乌 最小的儿子就是 哦 还有序列乌 支持 忽必烈的汉国 忽必烈也准许他建立 以尔汉国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 这个 元帝国跟这个 以尔汉国 是兄弟之邦 这里 元帝国 跟这个 以尔汉国 是兄弟的国关系 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好 但是其他这三个 汉国就是 情况有点紧张 那忽必烈的弟弟 阿里布格 这个 不喜欢忽必烈 使用汉字 于是决裂 后来忽必烈胜出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 有点复杂 我们现在就跳到这个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这个 祖父叫 Andrea Polo 这是一个威尼斯商人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 Nicola Polo 他的母亲姓名 不祥 他的叔叔叫 Mafia Polo 马可波罗 跟他三个 女儿 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是 他真正是存在了 他真正是存在了 因为在马可波罗 博物馆 还有他的 遗俗 这个不是 fictitious person 他是真正存在 那我们现在就是 故事的背景 先讲一下 马可波罗的 祖父 Andrea Polo 是一位富有 冒险精神的 威尼斯商人 他做 他做的事就像 借钱 跟钱 跟银行借钱 然后租船 把货从 AD运到BD 然后 再从BD运 其他的货 回来 那就用这个 contract 去跟银行借钱 很多银行 是犹太人 开的银行 这个 故事的 就是说 他们全家是一个 威尼斯 标准的威尼斯商人 在公元1258年 故若金汤的 黑衣大使首辅 巴格达 被陈吉思汉的 孙子 叙列乌 就是忽必烈的弟弟 攻破屠城 有503年历史的 阿巴斯王朝 终于覆灭了 这是一个历史背景 那这个 Andrea Polo的 两个儿子 Niccolo 跟这个Matthew Polo 见到时局批骗 在1260年 赶紧把 Constantin-Napol的财产 脱手变成 珠宝 移到 苏达克去 做生意 他们的眼光 果然非常 正确 在1261年 Constantin-Napol 被这个 拉丁 而不是 被这个 拜占庭 王朝的 Niccia 攻破 那 善于经商的 威尼斯商人 居住的区域 毁于一旦 被俘虏的 威尼斯商人 眼睛被弄瞎 一些侥幸的 逃出者 都死在 拥挤的船上 这是当时的 历史背景 就是 叙列乌 毁了巴格达城 拜占庭 趁势夺回 康斯坦丁 威尼斯商人的 波罗家族 到别处 做生意 这就开启的 马可波罗的 东游记的 序幕 这里就是 康斯坦丁 我这个 康斯坦丁 然后苏达克 这里是 阿巴斯王朝 建去 然后这是 把这个 巴格达城 打破 等一下我们会 仔细地讲 这个 然后 我们就是 开始讲 这个 在马可波罗 东游记 来中国之前 他的副主 在 苏达克 后来到 布花拉 做生意 布花拉 布花拉叫做 比卡拉 在那个 乌兹别克 共和国 我想这个 美利新世界 三月份 还是几月份 六月份 会有 讲那个 乌兹别 别克的 所以我在那边 就不多讲了 那这个 他们在那边 做生意 碰到 以尔汉国 派往 蒙斯 的死臣 在死臣的 邀请下 一起到了 中国 这是 布花拉 城的 现状 这是那个 图画 以前的 那 这时候 忽必烈 他们就一起 到了中国 忽必烈 刚刚 继承 汉位 就跟 马可波勒 父祖 询问 罗马教廷 的情况 他们 回答 得体 忽必烈 十分 满意 要求 教皇派 一百名 传教士 来中国 也要求 一小瓶 耶稣 墓中的 长明灯 的圣友 忽必烈的 母亲 是 Nestorian的 基督徒 这 等会再讲 当时 基督徒 可以得到 一瓶 耶稣 十关 十关中的 长明灯 里的圣友 是一个 最大的 荣誉 所以 马可波罗 父祖 就回到 意大利后 就回到 意大利 得知 教皇 已经去世 只好先回到 家乡 威尼斯 所以 布花拉 是一个 很重要的 城市 这个 比克拉 中国有一些 像 真和下西洋 他们说 真和的 祖先 是这个 回人 那这个 回人 祖先从 哪里来呢 就是从 比克拉 从 布哈拉 来的 所以 这边 很多 有一些历史的 谜题 都要在 都跟这个 布哈拉 有点 关系 就不讲了 继续 做这个 那回到 威尼斯 马可波罗的 母亲 就是他的 太太 已经死掉了 马可波罗 已经15岁了 但是 他们 还是得 继续 去 这个 探险 经商 他们 一行三人 先到 罗马 取得 赠书 再去 耶路撒冷 取得 圣油 上路不久 罗马的新教皇 选出了 他们又折回去 递交 忽必烈的 国书 忽必烈的 国书 不能够随便 交给人的 要交给 教皇 但新教皇 看了两名 传教士 到那个 到中国去 他们没办法 看一百名 这个 但是 走到 阿美尼亚的时候 正在处于战争状态 两位 这个多名 一家神父 就把公文 跟一品 交给 马可波罗 副属 就 就 逃回 罗马 去了 因为这个 性命 比较 重要 我们现在可以 看看这个 这个图 就是 他的副属 把这个信 从忽必烈的信 交给这个 Granberry Tens 就是这个 教皇 这就是到 亚美 亚美尼亚 现在只是在讲 他的大纲 等会我们会比较细腻的讲 马可波罗一行三人 穿越阿拉伯 波斯湾 穿过世界屋局的 帕密尔高原 最后进入了中国的新疆 境内 然后在新疆的罗布城 休息了一星期以后 穿过沙漠 终于到达 原上都 是内蒙古 三人 一共用了 三年半的时间 这个三年半 这个 做 走路或 做骆驼 不需要 三年半 就是因为 这个战争的状态 这个 汉国之间 并不是非常友善的 所以有时候 一等 等很久 忽必烈正好 这个时候在上都 避暑 他就把教皇的信 上城 然后献上 圣游及礼物 并跟忽必烈讲 沿途的情况 忽必烈非常高兴 封他们三个人为 荣誉 适从 于是这三个人 就在中国定居 这个荣誉 适从很重要的 他并不是一种 official的 这个 职位 他并不是那个 官方的职位 是这个 他们三人变成 忽必烈的特派员 那马可波罗 学语言学得很快 马上就学会着 这个蒙古话 或者达旦话 跟其他的语言 办事认真 深得忽必烈的信任 然后他又到 全国 各省巡视 又出使外国 逐机到达各地 转眼之间 他们在中国 已经过了17年 很想回威尼斯 但是忽必烈 不让他们回去 因为 他们的工作 非常重要 没办法回去 正好这时候 以尔汉国 各位看这个 以尔汉国 就是兄弟之邦嘛 他们派了 三名使臣 要跟元朝 结成 姻亲 忽必烈决定 把17岁的公主 阔阔征 嫁给伊尔汉国的 大汉 阿港 但是 从内陆走 中亚战争又发生了 只好折回 这时候忽必烈 刚好从印度回来 伊尔大汉的使臣 就建议从海陆回去 忽必烈不得已 只好让马可波罗 附属 跟马可波罗本人 带领公主 从海上前去 以尔汉国 然后回中国 待命 然后在 自元29年 刮北风的时候 马可波罗 一行三人 乘十四艘大船 由泉州出发 带着忽必烈 写给英法 西班牙的国书 启程 经过两年半 终于到达 伊尔汉国 那各位可以看 他是从这个泉州 走的 这个泉州是一个 很重要的 这个海上思路 可以说是这个 起点 然后他这样走 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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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这个路走 路走 然后就到 伊尔汉国 休息了九个月 决定回到家乡 在回乡的路上 他听到忽必烈 去世的消息 决定不再回中国 那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因为你做 你作为一个皇帝的特使 当皇帝换人的时候 很可能会秋后算账 所以他们 这个是非常非常 worldly wise 很聪明的 三年之后 马可波罗在 帮这个威尼斯对抗 吉诺文的战争的时候 被俘于作家 Rusticello 的披萨 关在一起 一个就 Dictate 一个就写 这个应该是马可波罗 他长得比较高大 然后这个是Rusticello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到中国的所见所闻 这都是我们等会就讲的 还有一些临近的国家 第四部分 是那个 诸王之间 残忍的战争 我们就不 不讲了 而且我们讲的都是 只是 游记中的 一部分 要讲完 不可能 他还到过西伯利 还到过 Siri Lanka 还到过 一堆地方 这个 没办法 我们就讲那个 主要的地方 那先看看这个 马可波罗 这个Travel The Travels 它有 150个版本 它是主要的版本 是我们所谓的巴黎手稿 叫F版本 还有 16世纪的R版本 15世纪的Z版本 那F版本跟R版本 没有提到中国福建三区的摩尼教徒 可能被罗马教会删除了 只有在Z版本中 仍然有福建三区 对那个 模拟教徒的描述 这个Z版本 有这个 所以说本文 就是这本书 我这本书是从头看到尾的 它就是采用原子原味的F版本 也采用Z版本的若干附路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这个 东游了 从威尼斯 到土耳其 然后再到亚美 亚美尼亚 阿美尼亚 然后到 有经过 没有经过巴格达 它绕 有没有经过巴格达 不太虚 但是他们 这时候的巴格达 已经被移为平地了 所以他有讲到巴格达的情况 然后就到伊朗 然后就到阿富汗 阿富汗 那个帕米尔高原到新疆 然后到河西走廊 然后到宁夏 然后到原上都 然后就到北京的大都 这是first journey 那这个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他拿了国书 拿了圣游 到土耳其 土耳其的话 大家都知道 Constantin-Napel 是一个最重要的城市 现在叫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Constantin-Napel 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有天主教 有这个东正教 就是这个 拉丁教派 还有这个锦教 还有回教 就是非常复杂 这是1204年 十字军东征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个 The sack of Constantin-Napel 就是他们把那个 Constantin-Napel 攻陷了 然后就把很多这个 文物财宝 不是抢走 就烧成铜 连那个亚特丹大的 的铜像也被烧掉 连那个Hercule的铜像 也被烧掉 这是文物财宝 大的一次损失 就是在这个 十字军攻陷 这个Constantin-Napel 的时候 在这儿 那另外一个城 就是 Erzuron 这个地方 也是被那个蒙古铁骑 移为平地 这是一张1829年的照片 然后我们就到第二个地方去 叫Great Great Amenia area 就亚美尼亚 And Georgia 他们有这个 Salmon Sturgeon 大鱼 那个鱼特别大 以前 他们还以为是水怪 就是这个 这种大鱼 西林土耳其 在这个离海跟黑海之间 Amenia 那讲到这里的话 它是各种宗教 不同的 一个地方 非常混乱 讲到马可波罗 东游记 就没有办法逃过这个 锦教 锦教就叫做 Nestorian Christian 我很快讲 因为今天这个 不是讲宗教 但是略为讲一下 就是 这个教派主张 耶 耶稣 有两个不同的Natures 一个是人 一个是神 那人就是他 耶稣在 被钉在十字架上 很痛 最后几句话之一就是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因为他痛 你为什么把我放弃了 他是人的性 就是 他可以在加利利海的 水上行走 五饼鳄鱼 可以喂饱 几千人 这是他的神性 那没有办法解释 怎么一下是神 一下是人 这个 Nestorian教派 就是说 这两个性是不一样的 结果受到 罗马教会批评为异端 到处迫害 在唐朝的时候 跑到中国来 那时候中国对宗教非常容忍 而且在平地安禄山的时候 他们立下了汉马功劳 所以基督教正式在中国生根 元朝时候不少蒙古人入教 旭列乌跟傅毕业的配偶与母亲 都是锦教徒 这里还有一张锦教徒在甘州 就是张叶做礼拜的图 这个非常难得 我们现在去思路 根本就看不到那个锦教 锦教的壁画 还有这个拜火教的壁画 都看不到 只是穆斯林教的壁画 唐朝有一个碑 叫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 这是千真万确的 不是造出来的 那时候的穆斯林叫Sarason 那时候的犹太人 还是叫Jew 然后他们经过这个 pass by这个巴格达的时候 巴格达这座城有百万人 可能是世界最大城 跟中国的杭州 大概不相上下 它是政教跟商业的中心 这是阿巴斯王朝非常强大 叫黑衣大师 1258年 陈基斯汉的幼子托雷的儿子 叫叙列乌 胡雷古 率十万骑兵 加上步兵围城 但他们很聪明 他掩藏在树林里面 黑衣大师的教皇 他叫哈里发达 不知道是不是叫教皇 就是Kalith 叫Al Mustasim 见到叙列乌 缺兵扫马 赤字以鼻 追出城外 这是蒙古人厉害的地方 刚开始他假装怕你了 就逃 因为他骑马骑得快 那逃到树林里面 或什么地方 就重计了 被擒 那重计被擒的话 并不表示这个城 就是会陷落 因为这个城非常非常坚固 就跟中国的襄阳城一样 非常非常的坚固 那我们现在看 这里啊 叙列乌的大军中 有阿美尼亚的人 有Georgia的军队 有欧洲的基督教联军 加上中国这个crossboat 的弓箭手 一千名 在那弓箭上点火 然后又用土一堆一堆叠起来 然后用震天蕾 这个震天蕾 是罐头里面放火药 可以炸开铁 这个技术是从 经朝俘虏的汉人中 得来的技术 其实真正的发明 还是汉人 还有飞火枪 就是铁管内放炸药 可以烧伤食余部外的地人 也是从这个汉人 服务处得到的武器 这边我要跟诸位讨论一下 就是在元朝的时候 经朝跟元朝的人 他们不太杀 他们对那个中国的engineer 不会杀的 还有医生不会杀的 因为他们都是有技术的 陈其善也是一样 这个陈其善他们这一帮人 西方人叫他们叫做屠夫嘛 这个布奇尔的话 但是他们对这个engineer跟那个医生 他们都是 比较理喻的 然后嘛 还是供不下来 就把Tigris River的河水 水坝把它炸掉 水淹城墙 城破屠杀百姓 妇孺亦不放过 惨绝人寰 持续503年的 Abbasin王朝 终于覆灭 那这边有张图 等一下还有图 友善 这个黑衣大使的 Khalif al-Mustasin 在历史上记载是被裹在这个地毯里面 塌成肉酱 但是马可波罗的记载中说是他是活活的 在那个金银财宝房里面活活的饿死 这两张图就是放大的 各位看到 这个就是城破的时候 这是护城河 这个是出来的桥 然后这就是中国的 中国那个射箭的 这个应该就是抛石机 这个 那城破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 大使 黑衣大使的贵族 沿着护城河 想逃走 阿克达被移为平地 这个先进的系统也 灌溉系统也被摧毁 总图书馆跟其他36的图书馆里面 珍藏的历史 医药 心象都被摧毁 这个反正回教的文明 在这里遭受一个很大的这个 setback 据这个Fresh of New York 估计 被杀的人数 大概在数十万人 之间 左右 因为城内 丝臭男人 蒙古军只好 杂瘾在顺风口上游 巴格达几乎被涂成 但是注意 并非涂成 因为 序列屋的妻子母亲都是锦教徒 所以他们的介入 盟军不杀基督教徒跟天主教徒 就只是 一点那个 那Tigris River的河水变得黑色 那个跟红色 红色是人的血 从此这个就一决不正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Sack of Constantinople 还有Sack of Baghdad 还有另外一个Sack of Alexandria 那个图书馆 这几个都是对文明的摧毁 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现在就到伊朗来了 伊朗的话 有这个Rubba Rubba在这 那产这个石榴 天堂苹果 Pistachio这种东西 然后水牛为白色 非常巨大 绵羊跟驴差不多大 尾巴重30磅 我想这个可能有点吹嘘 因为这个The Travel中间 确实是有些这个吹嘘的情况 然后Kermann这个地方 Kermann这个地方 非常热 有一次Kermann王 没有收到这个 波斯湾港口的 Hermuse的公务 这个王大怒之下派 一千六百名骑兵 跟五千名步兵 袭击这个Hermuse 全部被帆风烧死 一个都没存活下来 这个就是 这个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在Kermann 这个伊朗这个地方 美丽星世界也会讲到伊朗 所以我们这里就 很快就给它跳过去 然后这就是Kermann的沙漠 那是不是它有在吹嘘呢 我们找一下这个 NASA在2003年到2010年间 测试地表最热的地方 就是此地的沙漠 最高温度达到摄氏70.7度 华氏是将近160度 一条面包掉到沙漠上 会被烤焦 所以这个确实是 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又到这个 伊朗的这个叫Tonkine 那这个地方在Kermann北部 是穷山恶水之地 就是红的地方 就是Tonkine 然后 现在这个城市 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 Mask 然后此地最有名的 就是穆拉仪 穆拉仪的话 就是世界上 就外面是穷山恶水 这里是有世界上 最漂亮的花园 称为天堂花园 花园中流淌的酒水蜜 牛奶的管道 有角色女子相伴 穆拉仪 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 它专门暗杀 当地的富商跟政治领袖 国王就是鼎鼎大名的 Old Man 是暗杀集团的首脑 他怎么做呢 就是 针目这个年轻的教徒 把他们灌坠以后 移入金碧辉煌的皇宫内 告知少年 他就是先知 穆哈玛迎许天堂内 有美女如云 任军选取 醒来后问青少年说 你从哪里来 如果青少年回答说 从天堂来的就成功了 但是要反复多次 才能派以暗杀的任务 这个成功力极高 所以王公富商 纷纷缴税 非常惧怕 纷纷缴税 那这是一个大害 这个 叙列屋围城三年 终于把这个王 把这个城破掉 就通通猝死 就是屠城 这个阿拉丁 是国王 那这里就是这个 当时情况之一 我们现在因为 时间紧凑 所以我要走快一点 刚刚有点 这个帕密尔高原 就是在这儿 帕密尔高原 然后 要走到帕密尔高原 你要从一条路走 叫做 Wakang Corridor 这个 这个比较窄 东北走三天 就到世界屋极了 帕密尔 Mountain 那这个 帕密尔高原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边给我 好 帕密尔高原 然后这个 对 Wakang Corridor 在这个巴基斯坦 跟塔吉克斯坦 之间 这边是一个窄的 从阿富汗走进去 然后到新疆 走三天 到世界 又到世界 这张图就是 Wakang Corridor 这是非常非常 all inspiring的地方 但是 现在还有一些西方的年轻人 喜欢走这条路 就是 重温这个 马可波 波罗的 Trail 那这个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嘛 你要对高山症 抵抗力比较强 而且这里 没有什么旅店的 上厕所 什么都不 不方便的 然后这是 帕密尔高原 那水草丰眉 十二天 畜生就可以养肥 野生动物 冲刺高原 羊角堆积于旁 反正就是 要十二天才能跨越 鸟飞不过去 因为缺氧 火色怪异 食物也煮不熟 你知道 我们到那个什么 Colorado山上 如果超过三千公尺的话 就有这个 现象 那个火就 蓝蓝的 反正要自己带 这个反正就是煮不熟 然后我们走过 就是到 新疆 第一站就是和田 东走五天就到 这个地方 很多碧玉 南安玉水 棉花 产量丰足 这里的 这里的风俗 是丈夫外出 二十天以上 妻子可以再改嫁 那这个东西 跟这个 有点 这个Liberal 就跟什么 最近一条鸽 什么站着 等你三千年 这个人 这个地方 连二十天都 等不到 这个 差别很大 然后就到 这个Chechen 这些狱都是 运往中国 咱们看 这个 这个就是 一个那个大 沙漠 里面也有 盆地 然后我们 就到这个 罗布庄 走过塔卡拉玛 和沙漠 之前需要在这里 休息一星期 准备一个月的粮食 才能够到达 罗布博 各位看 帕密尔高原 这个 哇 看 Corridor 然后 就到这儿 这里是塔里木 天儿们 这里是昆仑山 这里是天山 然后这里是 Shachar 可能是 刹车 这是 克射 这是 阿克苏 那我们走 去走 思路的话 经常就只走到 乌乱旗 这个乌乱旗 就是那个 乌鲁木旗 就是这样 那 西 西藏在这里 途中有水 但是是苦的 掉队时 会被鬼的声音 引诱到沙漠 中死亡 就是中西双方都有 记载的 很怕的 你不要听那个音乐 跟着他走 就等于被洗脑 一样的 塔克 拉玛 甘沃 现在是很漂亮 这个 这是楼兰 古国 这是罗布博的风景 然后我们再继续 我们现在先到哈密 哈密叫做 Kumo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人翻译的时候 那个K跟H 可以互用的 我们叫哈密 他们叫Kumo 这个 这里的丈夫 鼓励 妻子于万人 共输 这叫朱 朱妻的行为 后来被蒙哥大汉禁止 后来当地的人说 主藏传下来 请求撤销 此令 获准 这就是当时哈密的 风俗 然后沙洲就是敦煌 是西夏 这个汤 汤哥就是党像 就是西夏 的领土 当时的警教徒 回教徒 崇拜偶像者 就是福教徒 跟那个道教徒 还有藏传福教徒 杂畜 以农业为主 汉人的习惯是烧纸钱 纸骆驼 所以这是一个杂畜的 这个社会 敦煌 墨高窟在这里 这个是非常非常 值得去的地方 然后再走到一个地方 在马可波罗的东游记里面 叫金军 不知道是在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产生一种矿石 叫Salamander Salamander Salamander 大家都知道 是那个蛙蛙鱼 就是熔 熔源 那西洋的传说是说 Salamander 在火里面烧不死了 你如果穿它 你如果穿 用它的皮做的衣服 就不怕火了 那忽必烈 就送了教皇一件 那明文侠儿的 耶稣果丝布 就是用这个矿 就是用这个矿做成的 它又叫Shield of Turin 这个肚灵丝布 对前程的教徒来讲 是两千年前的布料 但是真正的 这个就是这个耶稣果丝布 它这个定死之后 用这个裹起来 然后这是 Negative Image 这是那个长明灯 我如果没有猜错 是长明灯 这个是它的 Image 这是保护得非常好的 他们一直认为 是这个两千年前的 的产物 后来那个Carbon 14 Date 说是 十二三世纪的产物 所以他们到现在 还一直争论 其实马可波罗早就知道 这只是那个忽必烈 送给教皇的一件礼物 所以这个 那个 那个杜林师部 不是真品 然后到树州 也是西夏的领地 我们这个 因为这些地方 我们都不是很熟的 去果 是不多 甘州 也是西夏的领地 就是今天的张业 这个地方最大的 特点就是有三个很大的 警教室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风俗习惯 不一样 我们就不去管它 跟这个汉人的习惯 差别很大 这是张业的 丹霞地貌 这是那个 九泉的 明沙山 月牙泉 这个很多人都去过 这个是五威 还有一个西陵城 西陵 也是西夏的领地 回教 警教 杂兔 这个野生牛 力量非常大 我想就是西藏的 牦牛 力大无比 刨入土 两倍深 至极一般 是一般的 两倍大 这就是西陵的城门 然后我们就到这个 袁尚都了 袁尚都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里是我唯一可以找到这个遗址 它是用大理石做的 雕有花鸟 鸟兽花树 庆典的时候有一万头白马 这是忽必烈的下宫 你知道忽必烈的王朝有多大 那个祭典巫师 由西藏法师跟特系米尔人 克舍米尔人组成 那这个只有现在这个图 只有平面图了 巫师只吃死心犯的尸体 不吃自然死的尸体 然后这些巫师 能够使酒杯浮于空中 飞向高高在上的 忽必烈大地前面 那他们就批评这个 马可波罗这个东游记 这个怎么可能呢 这个大家都可以 等回到Q&A 都可以拿出来 讨论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能 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大都 大都就是北京 北京城市 忽必烈11月到East 过完之后 都要 过完之前都要住在这里了 是一个正方形 忽必烈的宫殿 居然有四正方形 一边一英里高7.5公尺 你们就知道这有多大 现在看到的都 不是真正的忽必烈的 有鸟 龙鸟武士战争场景 屋顶是各种颜色都有 有甲山 然后 北京城为正方形 一边城墙是6英里 高7.5英里 6英里要走路 1英里要20分钟 如果走慢的话20分钟 6英里就是120分钟 就是走路就要走两个钟头 从这里到这里要走两个钟头 有12道门 16座宫殿 街道宽阔是一个几何图形 七盘式的几何图形 晚上实行宵禁 除了妇产科医生外 不许有人在晚上在街上走动 这有道理的 因为忽必烈 很怕汉人叛变 所以晚上有这个curfew 而这个curfew是strictly enforced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忽必烈 这个就是这样 北京城 by the way 还是有一个姓王的万户 起来叛变 结果一下就被 就被这个平定了 所以说忽必烈就到最后 不相信汉人 本来非常相信汉人的 因为汉人给他打了很多江山下来 等会再讲这方面的事 这是中统保超 然后这个中统超啊 是用桑树皮制造的 面子有多种 马可波罗记载的完全正确 与中国的文史记录如出一策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可以证明 因为中国原始是明朝人写的 明史写写的时候 在忽必烈的这个东方建文录之后 东方建文录第一版是在 那个1300年初 就是14世纪初写的 所以东方建文录不可能超自明史 所以忽必烈肯定是说错了 马可波罗肯定是到过这个北京的 这个 而且他知道 居然说用桑树皮照的钞票 有颜色有点暗 这正是这个真正的 真正的民武保超啊 这个中统超现在很难见了 都是暗暗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千真万确的 我认为是这样 这个 等会我们有Q&A在讲 然后我们第一段就讲完了 第二段 第二个旅行是从汉巴里 北平又叫汉巴里 那时候不叫 北京叫大都或者汉巴里 就是巴里是城 汉就是汉 汉的这个城 大汉的城 我们就从这个 到卓州 到太原 到汉中 到广源 到昆明云南 然后就到缅甸的 培耿王朝 这一段路基本上就是往西南走 往西南走 为什么要走这一段路呢 它有它经济上的目的 因为这一段路 尤其到西南的时候 产经特别多 因为忽必烈的王国 军队养了很多 你没有那个足够的 tax revenue 或黄金做准备的话 这个帝国维持 不下去 而马可波罗的任务 它是一个秘史 就是 就是这个 不是官方的 查房史 是秘史 什么地方 黄金最多 最便宜 就是要去调查 所以它这段路 就是 有 这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先走到这个 北京城 十里之外 有一条大河 叫山甘河 或者永定河 有一座桥 很有名 叫卢沟桥 卢沟桥又叫 这个马可波罗桥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它形容得非常仔细 此桥长 225公尺 宽6公尺 有24座拱门 24座拱门 25个桥墩 桥上有大理石 石狮子 甚至是雄尾 然后过三四里 到卓州 再起码 十天到太原府 各位看 这个是 今天的这个卢沟桥 那这个是元朝时候 然后元世祖 治元三年 就1266年 在画的这个 卢沟伐韵图 这个桥就是 差不多 但是它这个 弧度比较大 它这个arch 比较大 这个平平的 这个平平的 所以那时候就 就有这么大的桥 令人 这么雄伟的桥 令人非常吃惊 那时候的太原 那时候的太原 是满地就种了 葡萄 酿酒 输往全国各地 举目所见 尽是桑树跟养禅 这个一派江南景色 太原 这个是现代的太原 这个可能也是现代的太原 还有一些古建筑 如沟桥 我们再走到下一页吧 然后我们就到白城蛮子 白城蛮子在这儿 看 白城蛮子在陕西 汉中市 这个 巴黎就是城 阿就是白 蛮子就是对中国人 歧视性的城 最下面一等的男人 就是 这种 蛮子 就是 等会再讲到一些 这个地方有一些Christian Turk 就是警教徒 然后这个地方很多狮子 熊 山 猫 鹿 By the way 这个狮子不是非洲那种lion 我想是那种 山狮 有点像 骷蛾 这种 地方 再走二十天到 广元府 广元府 这个是 白城蛮子 这是广 广元市 然后这个 在南走 就是中国 再走 西走 二十天 又到这个 成都府 桥上有很多红色的屋顶 各种摊贩都有 我们去过那个云南的就知道 桥上面就有那个琉璃瓦的屋顶 然后很多小畔在那边卖 他每天税收不下一千个金币 马可波罗的任务就是要 要查这里的 tax revenue到底有多少 这是他真正的任务 再走五天就到西藏附近 举目所见 竟是战争中被蒙哥汉 摧毁 来尽的一片 断圆残壁 这个这里的竹特别大 野兽也多 那就点火 烧烧烛 就可以把这个野兽赶走 但是马很怕这个声音 所以你要蒙住马的眼镜 再继继续前进 那有一些这个风俗习惯在这儿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有点像这个 相当先进的 那这边的人流氓成群 不守法 不用忽必烈的紫币 那忽必烈你不用他的紫币 很不高兴的 但有时候也没办法 因为云南的人他喜欢用这个贝壳壁 后来就特准他们用贝壳壁 再向西走到这个甘都梁山自治区 梁山自治区 这里是这个 这是四川梁州的遗族小孩 然后这个是四川的这个 遗族的这个汉田 就是这个农田 然后我们到这里就 马可波罗一定要到金沙江 各位也知道金沙江就是产生特别多的地方 这个金沙江就是一个任务 它是一个特使 一定要知道这个金跟银的价钱是多少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 到乌江这里 乌江然后来到首都亚齐 亚齐就是昆明 就是各种宗教都有 这个没什么 大家都能够和平相处 和湖中很多金沙金块 马可波罗就记录了 这个八个sagio的银等于一个sagio的金子 就金跟银的支笔是1比8 现在的话是银大概是二十几块 金将近两千块 可能1比90 那时候是1比8 它就记下来了 然后一个银子 等于80个cal cal就是那个被壁 被壳做的壁 此地用被壳做的壁 这在158页 不可能是道听途来的 所以马可波罗肯定到过云南 乌乌江省有一个大湖 方圆百里湖中多大云 大家猜一猜就知道 这可能就是昆明湖 滇池 这里的金银交易是6比1 更好了 就是六个 六块银可以换 说错了 六块银可以换一块银 这里是八块银可以换一块银 你如果有银子的话 银子是世界各地都有的 你当然是跑来乌江省换 因为6比1胜过这个8比1 那大蟒蛇有7.5公尺 大嘴一口轻松吞噬一人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吹嘘 后来我觉得没有吹嘘 因为在中国抗战 在殿免战争的时候 他们就亲 军队就亲自看到那个 大蟒蛇可以吃那个小的人 所以这个也不一定是吹嘘的 那乌江当地知道这些商人 最喜欢拿金 迎来换金 他就想办法用毒 来杀害商客 但是被抓到的话 他就会知道会被那个忽必烈 这个刑法残忍的猝食 他就会自杀 但是你可以喂他狗粪 使他把毒药吐出来 然后再行刑 以尽效尤 所以我们要知道 忽必烈是一个重商主义者 是严惩妨碍商业交易的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 下面一战就是最后一战 这个城市最后一战 就是这个到米亚马 到跟Bengal的王到这里去 这里本来用两千巨像 抗拒忽必烈的盟军 先败后胜 就是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当然马打不过像的 但是后来他们发觉 你用那个炮 用那个炮火 把下到像 他就自相 他见 所以最后蒙古人就胜了 所以这个缅甸王 就是被灭掉了 这个叫Pagan王朝 此地的经营比例更好 是一个金可以 五个银就可以换一个金了 从缅甸走十五天 有很多独角兽 这也不是吹牛 这是犀牛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缅甸有很多那种服饰 有时候那里面的菩萨 就是黄金座的 可见缅甸黄金很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马可波罗走的地方 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黄金多的地方 它是忽必烈的密室 所以忽必烈不让他回去 就是这个道理 那印度人很早就在 有这个slave trade 买太监 买女人到国外卖掉 因为刚刚这个时间 耽搁了一下 所以第三个就长快一点 还可以 就是从元大都 经过河间到昌州 然后到汉阳 然后到长州 然后到杭州 然后到福州 然后到泉州 这个这些地方没有什么金的 你去了干什么呢 因为最主要这些地方 都是那个税收很多的地方 叫做tax revenue 那杭州是杭州跟泉州是最多的 所以要去那边看看税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马可波罗 第三次 第三个trip的目的 从河间府南下到成炉 成炉就在河间府 成炉 成炉这个地方用纸币 听那个忽必烈的命令 盐白胜血 外销国外 出产大潮 种两磅 这个我就开始有点怀疑了 一个桃子种两磅 他有地心引力的话 这个不知道 但是台湾的幼稚 大的也有两磅 所以这个很难讲了 然后就到达这个山东的东平府 这个东平府是汉人礼堂判断之处 这个人 他本来是投降忽必烈 是个汉人 结果有十 大概有好几万的骑兵 他就叛乱了 然后跟汉人一起 叛乱 结果忽必烈 他们就是用蒙古兵跟其他的兵 还有汉人把他打败 被处死之后 汉人不再受忽必烈的重用 废汉人 嗜猴 这个东西 我没有在批评这个李潭 他是一个爱国分子 但是你这样一做的话 整个元朝就是被这个 李潭这样一搞 汉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个顺便提一下 他也注意到这个 呼呼必烈也并没有说不跟汉人交往 他也观察到汉人的女子 真洁谦虚 Women of Cathay are incredibly chaste and cultivate the virtue of modesty 不去参加party 经过亲戚家也不抬头 就看脚钱 脸部轻疑 如非被问不能答话 Testing the girl's virginity with pigeon's egg 这个就不太知道 这是哪一生习惯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各位有知道的话 等会在Q&A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 到匹州市 有匹州市到黄河 这个 这个Muron是河 这个Color是黑河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黄河 那个 马可波罗叫黄河叫黑河 我就搞不清楚了 出海有一万五千只船 在运军队出海 每船有二十个海员 十五只马加上士兵 那我们看 匹州在 匹州后 按一下 匹州市在这里 匹州市 你从这里 从大运河 Grand Canal 这样走着走 大运河的供运 就是把南方的粮食运到 去攻击北方 大运河 然后你从这里走 可以走到黄河口 从这里走 再继续往这个 大运河走 所以这里就是 tax revenue 非常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马可波罗 为什么要去 而且元朝的船 船 船只非常多 非常大 但是没有像镇河这样大 镇河那个是超大型的 这是view of the Grand Canal 然后经过襄阳城 襄阳城跟这个康斯坦丁 Naple一样 山面淋水 只有北面是城墙的 其他山面 都是水 可以把那个物资运进来 马可波罗附属 建议他们的幕僚中 有两个人 一个是警教徒 一个是德国人 他们会造这个叫做 配重抛石机 叫做counterweight trebuchet 叫mongono 这个东西 这个抛石机 中国人早就有了 那个梦子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他改良的 他是怎样呢 这个是抛石机 就叫trebuchet 然后这个counterweight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bucket 里面放重的东西 这个压下去 然后这个就 就这个石头就这样子 用抛物线的形式 丢到城里面去 马可波罗的副主 建议他们 说 他们的幕僚中 有两个人会 造这个抛石机 300磅的石头 可以抛 用catapult 远离 可以从城外 抛住城内 或者把城门 打破了 这个 那个横坐标的距离 是500公尺 摧毁 襄阳城内的房屋 这个 吕文焕是一个 非常这个 tough的 将军 这个姓吕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 武将 基本上就是客家人 这个 以保护全城百姓的 生命为条件 所以 就是投降了 蒙古人 那我们就可以 知道 我们再来 回顾一下 郭坎 就是把那个 巴格达城 打下来的 这个 中国人的领袖叫 郭坎 他是郭子怡的后衣 用火箭火药 从破 巴格达城 锦教徒等 改良宋人 发明的 奴斯基 攻破的 襄阳城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情况 这是襄阳城 基本上就是这个 这个英国有 有时候可能是循环的 那个英文的成语就是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就是有这个 情况 然后我们赶快看这个 原将 伯延 把这个 长州城怎么打下来的 看他一下 因为这个 伯延 他打长州城的时候 不只是蒙古军 主要是各国的联军都有 亚兰军 这是伊朗的人种 居在欧洲的 跟基督教大军 还有中国军 献 长州城 那 长州城的城墙 没有那么厚 当然就被打破了 但是你要知道 蒙古人是不客气 你不投降 就是屠城 你杀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就 屠羊 长州城 就是 相当于有名气的 这个 一场战争 长州城 然后我们就 到杭州 杭州城 周围 100英里 所以这是很大的城 这个半径 超过这个 5英里 这是很大城 这个 然后嘛 街旁有运河跟路平行 岸边有巨大的 石造仓库 仓库内堆满了 从印度与世界各地来的 商品 葡萄酒等 来自国外 本国人喜欢喝 米酒 这是杭州 室内有一个湖 当然是西湖 周围三十里 湖中有两岛 有画坊 然后贵妇跟青楼女子 都可以游传 所以 蒙古人并不歧视 这个 青楼 女子 然后这个 杭州市内有十大市集 每一个市集为正方形 每一边是0.5英里 大概800米 非常大 市集桥旁边站有卫兵 人潮汹涌 一天卖七十四十三车 青辣椒 每车有223磅 那青辣椒不是我们的那个green pepper 是那个有点像说 哈勒批尼 pepper 那这个东西 一天卖的大概 四十三车成这个大概是9000多磅 一天卖这个辣椒就卖的9000多磅 这有一个道理 因为他要估计这样子可以收多少税 所以 有人说这个马可布洛没有到过中国的话 我是有点怀疑 说他没有到过中国 我觉得他是有 但是这个 不同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希望Q&A 大家讨论这个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 还有世界最好的这个浴室 有3000个热水浴 每一颗容到百人 那博言围城的时候 皇帝当然是先跑了 老百姓从城旁的运河逃走 但是河水突然下降 跑不了了 因为你要坐船嘛 博言就要求这个居民回城 他也不会杀他们 他就是要他们的税 要缴税 要出力 此时河床出现一只长达75公尺 多毛的水怪 难民真实此鱼 许多人因此死亡 这可能有点吹吹嘘了 75公尺肯定是有吹吹嘘的 吹嘘多少我不知道 而且有多毛的水怪 我想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各位可能可以这个 这个 想一想到底是什么 我是猜不出来 杭州的延税年达 68万4220盎司 现在值8亿6千万美元 难怪前唐自古繁华 延税的来源非常重要 Again 马可波罗斯 私人的财政 密使 然后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叫福州 福州这个地方 那时候也是做生意的 福州这个地方叫 福州本来叫从家 这些地方能不怕死 确实有这个 确实有这个 characteristic 常常有判断行为 所以忽必烈在这边派的助军特别多 山师啊 山湖啊 这个都是有了 但是福州城内有一个回教徒 告诉马可波罗说 这个城里面啊 有一群人 信奉一种迷一样的宗教 这个宗教不同派偶像 就是不是这个福教 道教 藏传福教 他们是拜偶像 不崇拜火 也不是那个Zoroastrian 拜火教 或险教 也不信Mahama 不是回教 那到底是什么教呢 他跟他的父祖就去查了 这是福州 他们起先不肯讲 后来起来讲说700年前 他们的祖先有画像 是这个门徒中的三个 他们的书中提到的就是 是Words of Psalter 这个就是早期的诗篇画册 这个研究对基督教历史有研究可能知道这个 那他们还还是不知道 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这个70万可能没有70万 几十万是有的神秘的基督教徒 应当是北宋末年南方方 方腊之乱的摩尼教 叫Mannequin的后裔 这个方腊之乱是这样 北宋的末年在中国的北方有那个 梁山伯108条好汉这个 的判断 在南方的判断比那个要大不到多少倍叫方腊之乱 方腊之乱有许多是 这个摩尼教的 这个的后裔 所以也解决了一个问题 到底这些人是谁 因为他们在讲说这个这些又吃素又有有点基督教到底是谁 现在应该是知道是Mannequin的后裔 然后最后一战就是这个泉州 泉州非常非常重要是海上思路的起点 他这个起点嘛 他古称赤铜城 在马可波罗时代是世界第一大港 也可以说是世界两个最大港口之一 马可波罗说 从亚历山大 Port of Alexandria到基督教国家的香料船 每一艘香料船就有100艘香料船开往泉州 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港口 因为他们种满了这种赤铜花 OK 赤铜花又叫赤铜 那这个这里为什么我会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关税特别低 又如千里 东东人跟阿拉伯商人特别多 在泉州 在汤朝以前在 在广州嘛 广州被 被那个皇朝杀了差不多了 现在到泉州来了 这个就是泉州 那今天这个 这个之旅就是 这个马可波罗东方的旅行就到这里 但是我可能还要占用各位十分钟左右 再讲一下 马可波罗到这个阿拉伯加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一张古地图上面有写 马可波罗跟二生命中国跟穆斯林的水手 在12701280的时候 由渤海湾出发 经过勘插家半岛 阿留森群岛来到海盗半岛 海盗半岛就是阿拉伯加了 这开启了原民两代中国向外冒险的序幕 那这个中国冒险的序幕我现在没时间讲 因为刚刚那个有点情况 你我先提醒原朝社有一个叫周达官的 在马可波罗之后到这个真纳国 叫真纳风土记就是我们去的吴歌窟 还有汪大渊 然后还有马欢 还有费信 还有这个龚真在什么地方 龚真 这三个都是正和下西洋 所以马可波罗对外冒险是一个开头 但是他跟他们不一样的 他从北部走 他也去印度什么地方 他都去了 他北极什么都去 这一回是说他到这个阿拉伯加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 因为1948年 这个Imago Monty这个杂志的创刊号 登的这个历史学家 地图历史学家 Bagro一篇文章说他们发现了 有一个人叫Rossi 他们有这个马可波罗 北美洲的地图 如果是真的话 马可波罗到美洲早于哥伦布200年 然后这个地图中又有中国制 中国人又参与其中 所以中国人到北美的日期又推进了200年 比那个哥伦布推进200年 比正和还要早100多年 因为这样那个Hoover FBI的director Hoover就下令调查 也请国会图书馆的人查 这个地图的真假 今天就是要略微讲 讲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有三个女儿这个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三个女儿 这本书叫做 The Mysteries of Marco Bolo Maps 来这个Professor Benjamin Olsen 他是University of Chicago的press 我前一阵子 我以前还经常跟他书信来往的 那这里就是说是 马可波罗他有点吹嘘 弥漫中国后 满洲人的皇后 托他带礼物 给遥远的复兴女王 并要求马可波罗 主管一艘大船 船中有20名中国水手 跟穆斯林水手 沿着伊利安岛屿向东出发 这个这里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马可波罗载着20名的水手 到了伊利安岛屿 这个岛屿也就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天岛群岛 因为渤海湾在这里 满子湾是渤海湾 但是他们翻译翻错了 那个不叫满子湾 那个就是这个千岛群岛了 伊利安岛屿就是千岛群岛嘛 那这是蒙古的海船 突然间暴风雨袭击 罗盘针摇晃不停 不得不向东走 航行到一个半岛 避风 这个暴风就是 住在台湾都知道 这叫台风 走了28天 在这个岛 他在这个半岛 他遇见了一个叙利亚人 叙利亚人 在这个地方已经收购皮草 30年的叙利亚商人 那人家说 哎呀马可波罗又在吹牛呢 这个看他家半岛 怎么会有叙利亚人呢 讲的是很有道理 但是不要忘了 泉州很多阿拉伯人 所以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南风一吹就吹到这里 而且他还不是从泉州的商人 他做生意做到渤海湾 然后再从渤海湾走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Sodoma 他很多次去过这一个半岛 就是这个阿拉斯加半岛 去收购皮革 阿拉斯加半岛 这就是这个Seal 据中国要两倍的时间 就是说从这里一直到这里 是28天 然后到这里也是28天 差不多了 当地人讲这个达旦语 就是跟蒙古语非常类似的 正好马可波罗也会讲 他们就非常难以直信 会有欧洲人跑来这里 他们用海豹皮裹身 用鱼为主食 房子在地下 去过那个阿拉斯加 你就知道一些原住民的房子 确实是在地下 或者一半在地下 这个半岛临接了一个泥泥的山谷 其中有一个大冰块 这本书里面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Galatia 就是这个在 在那个阿拉斯加下来 那个Galatia so far so good 他们就去了 去的话 就他们刚刚就是讲去了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叙利亚人送给他的地图 这个是打进去的 这个是打进去的 这是阿拉伯文 阿拉伯文 看不懂的 然后这边的解释 是用意大利拉丁文写的 满子湾 女人岛 女人岛就是枯叶岛 然后这个阿流生群岛 冰川 有一天他们在这个 这个岛上 阿拉伯文写的 突然有两百位 哈里发的妻妻 清歌漫舞靠近他们 那这要小心 这个他当时一个 这个烟幕弹 瞬间 箭如雨下 三位中国水手 跟一位叙利亚水手 中箭 所以我们知道 那时候 蒙元帝国很多 有不少叙利亚人 所以不是吹牛的 这个 马可波罗不得不使用 他在中国制造的四支火通枪 爆炸声如雷 弓箭轴四处窜逃 哈里发现状跪倒在地 然后就献出金面具 送给忽必烈 大地 马可波罗觉得 此非九流之地 跟这个索多玛 这个一起去 造访那个复兴 然后他们就 分成两条船 向北向西 向北向西 从这里走 到了一个城市 没有城市 却有一座金兆的宫殿 那这里有没有吹嘘 我不太知道 金兆的宫殿的话 这个 唯一有金兆宫殿的 就是这个 据我所知 就是这个 Aztec 就是美洲的原住民 那个有金兆的宫殿 结果都给那个西班牙人 抢走了 这个福星女王 确实有在 这个她有女兵 读于 各个美如神话中的 女神Nymph 这个 这是她的记载 这个我就不 不讲了 因为没有时间 然后 这个 Sodoma 这个 古拉丁文上面写的 就是说 就是说 有这个 当地人操这个 西典人的语言 这是古伊朗话 这个民族是 北方的游牧民族 拔着中国 很久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话 从周朝就 就有了 他们讲 达旦话 据他们 星象学家说 他们早期 从这个 out side 在 他讲了 在中国移过来的 所以 我们就要 知道 这些人都是 那到底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 后来 我中国地图到处查 又是回教 又是这个 这个 Tata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 又是 A A-U-Z-T-C-I 就应该是 阿尔金山 阿尔金山在 在这个塔利木 彭蒂跟这个 昆仑山之间 那这个 那到底这个 阿尔金山几户 没人住 那个资料都找不到 最近我这个 Google到的就是 还有几户 人家在这里 就是 上面写 齐曼塔格 香 Kimen 塔克 香 戌木 人家 以驴子跟骆驼 为运输工具 各位看一下 这些都有一些 这个西方人的 学统 都有一些西方人的 学统 这个我就不讲 然后我们最后 就把这个地图 看看 就把这个 open 这个给大家讨论 这是他的地图 没有这个 没有中文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讲 他不叫堪插加半岛 叫Stack I Peninsula Stack就是公路 然后海豹半岛 就是这个 这个阿拉斯加 因为这个 手动马 教育程度不是很好 因为他那个字 那冰冻之谷 可能就是这个 这里 冰冻之谷 然后这个 这是冰川 女人岛 女人岛 枯越岛 因为枯越岛 自古 就是女人 比较多 满子湾 就是 渤海湾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旭伊利亚人 画的地图 非常 非常草率 非常 草率 你看 堪插加半岛 跟那个 阿拉斯加半岛 居然是连在 一起的 整个观念就是 错 错误了 所以这张地图 并没有很 很大的价值 但是在那个 阿尔金山 那可能是有 有点价值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很有名的 叫做 Map with Ship 就是帆船地图 你看这是那个 威尼斯帆船的样子 然后这边有 中国字 有中国 这个是市 这个是游 这个什么是家 什么看 这个 没有时间 讲了 我基本上 可以猜出来 是什么 义士 然后你们看 这张地图 阿拉斯加半岛 跟堪插加半岛 虽然是 严重的扭曲 但是观念是 对的 他们是 分开的 这是亚洲 这是美洲 分开的 所以 那为什么 这个地图 会有中国字呢 中国人又 又被人家 看不起 在那个时候 被人家 看不起 所以唯一 一个可以 理解的就是 这张地图 是从一个 原图 超过来的 写在这个 羊皮纸 羊皮革 上面 那这个写中 写的人 不懂 中文 常常操作 就造成很多的不变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看 看不出来 是什么东西 大家看这里 到底是 什么意思 而且这张地图 就是非常非常准确 那这个 帆船地图的 海岸线 那个跟宋朝的地图 很像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是 宋 就是这个 地图是中国人画的了 中国人画 你看这是中国 这是日本 这是千岛群岛 这是勘察家半岛 这是阿留森群岛 这是阿拉斯加 这个就是 well known ship with ship 这张地图非常重要 在那个国会图书馆 据我所知 在国会图书馆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地图 Fantina Polo Map No.2 这里虽然没有中国字 我跟各位 讲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 这张地图是中国人画的 至少 跟中国比 这个 他有12345 用罗马 罗马 Numeral 解出来 一是蒙古 大家都知道蒙古 日本国 日本国 然后这个是文森国 是勘察家半岛 那只有中国人称 勘察家半岛的人 是文森国 可能日本人也是的 所以 虽然他没有写中文 他写文森国 叫做 V-A-N S-C-H-I-N V-A-N 这个文应该是 W或U 这个是V开头的话 可能是这个客家人 但是I'm not sure 这个TOKIO到现在为止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但是不知道的东西 我还是不讲 这个大汉国 大汉国在那个 这个梁书 东一传里面就有 只有中国人才知道 这个地方叫大汉国 所以 然后这个福桑 福桑在这里 福桑 福桑基本上就是在 现在的这个 加州的北面 那个Redwood National Forest 它那个树特别大 就是那个福桑 那这个 所以 以我的看法是 这张地图是 中国人画的 它从那边超过来的 文森 你看 都是用那个 拉丁语翻的 这个文森 福桑 大汉 这都是中国人 而且日本国 它叫 Zepangu 这是 就是蒙 蒙古人喜欢用那个 他们不一定用Z 他们喜欢用 Zepangu C TR的音 所以这个 显而易见 这个是 元朝的地图 最后一张 就是 这里是Mero of Oriente 大东洋 这个是太平洋 他们也是用很古的 这个话讲 他们没有讲Pacific Ocean 如果讲Pacific Ocean 这张地图就是假的了 Morata Map Number One 这是最后一张地图了 这张地图就有中文 王 这个 这是乱写的 没办法 这个是 这个不是五 就是万 然后这个 这个上面 有七 他们在 那个专家在研讨说 为什么写中国人的七 在这里 为什么知道这个七 他七也乱写 各位看那个七 他这边又 凹回去了 那怎么知道是七呢 这是Roman Numeral 这个就是七 In India Serica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 然后 就是 Transserica Pong 就是 通过中国的路桥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Gangis 就是那个 印度 这个是一个 fictitious的东西 这个是画错了 这个东西是画错 但是我们不管它 可见 这个地图的人 就是这个 中国人 不然的话 你写中文 干什么呢 因为元朝人最看不起 中国人 所以这个 中文 然后这个有 中文的七 他们一直 不知道 为什么他要写七 是不是七个小时 因为 一个小时 可以换算成 那个角度 换算成这个 15度 所以24乘15 就是360度 是不是这个108度 不是啊 这个都 七七七七 后来我就想通了 这个 七啊 就要使我们 想到一首 很有名的唐诗 北斗七星高 歌书夜带刀 这个七就是表示北方嘛 所以 这个 这个东西 我是认为 它是指 北方 然后这里面 有些字 我大部分都解出来 但是现在 还不是很sure 今天的演讲 就到这里了 我就 我